今天很榮幸 因為我們看到 剛才見到 這麼多位中文大學的 年輕的教授 每個人都很成功 我們都很開心 今天的廣場 有很大的食法 除了這一課 其實都很有興趣 尤其是見到這麼多年輕的教授 我們都不可以任何生 所以今天很多老人治療的病 都開始有點貼貼的關係 不妨大家快多時間 我先介紹一個講者 就是郭智瑞教授 Mr. Timothy Clark Dr. Clark 她是有很多年 在JR 中文科的經驗 她在英國 聖祖治醫院 在林敦受訓 亦都在香港 無法授護醫院 工作過 亦都是現時在 香港創辦會 這個 Dementia Care Center 的director 也都是現任 香港 香港 山田醫院 Visible Hospital 教授的 教授 教授 她今天講的話題 就會用來講 治療老人科疾病的中學處理 我們請我 謝謝 很感謝大會 邀請我來 跟大家講一下老人醫療服務 首先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聽過老人科 這個科 有 最近有個私家病人問我 她說 老人科是甚麼 她說 只是跟朋友之間談 才知道有甚麼事 其實因為 老人科是一個新的科目 都是四、五十年歷史 在歐美發展起 主要是發覺 治療老人 和普通的病人 是有些分別的 在背道上面 和治療方法 都有些不同的 所以就發展了這個科目 跟其他科目有些不同的 其他科目 會針對於個別的 organ 或者system 系統 例如 腸泥科 心臟科 但是老人科 就是一個概括性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治療老人 和普通的病人 有甚麼分別 希望藉著這個研討 可以帶出重點出來 首先講一下 人口是很化病 這個就是我在Google 找到最新的資料 澳門的人均的壽命 是非常不錯的 女士約85歲 男士也有79歲 通常女人是不會長命過男人幾年 這是世界性的趨勢 其實都不明白為甚麼會這樣 然後 人口方面 65歲以上 在兩年前 在澳門 是70% 預計 8年之後 會去到9% 都不算是 在世界上 都不算是高的水平 澳門人 其實澳門人 算是年輕的一份 相比香港 我們是比較老 香港人 現在都有12%是老年人 然後去到 2018年 就是10年 10年 又是到16% 所以 再過多10年 就變成24% 這個是很大的數目 比如說 社會上 4個人之中 有一個 已經是15歲以上 這個其實 就算現在我們的水平是12% 都不算是老齡化的 但是 如果你是歐美國家 通常都是18% 19% 日本已經超過200% 所以 我們說老年化 老年化 其實剛剛開始 可能因為這樣 就變成老年的服務 要發展 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而如果你不發展的話 未來那10年 20年 我陸續續 那些老人 那些病人 那些服務 那些質素 可能會有影響 那 老人和普通人 有什麼分別呢 那 就 這個就是我 就是 愛過這麼說 那 第一呢 就是 他生理上 很多都是 生理功能都一路 退化了 雖然未必有病 但是 那個生理上 所有的功能都退化了 譬如 很簡單就是一些 可以 走得多快啊 就是 那個眼力 怎麼樣 什麼樣的 耳力 那些呢 全部都是隨著年紀 倒化了 那變成了 如果他有病的時候 那個嚴重性 就會大一點 那第二呢 就是他功能上 就可能會差一點 譬如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 去差一點 譬如他可不可以 自己 出街 去買一些東西啊 然後 回來 煮飯啊 照顧自己啊 這些 他隨著 因為那個退化問題 就可能 開始有些問題 要人幫忙 那這個 如果那個人是有病的時候 又會有這個影響 那 最後呢 就是那個 社會的支援 和家庭的支援 那 我們在座 我們各位在這裡 就其實有很多人 在支援著我們 我們 一上班 已經是有很多同事 可以支援我們 如果譬如我們在 衝座環境 但是人家運了 那很多同事 會幫你 那如果你不是 退休了 就差一點了 退休了 你就沒有了那些同事了 那你靠那些 老朋友 那就是 隨著年齡啊 時間 那些老朋友 有一個人都不見了 那就變了越來越少 那最後就得分家人 那家人呢 都可能會越來越少的 那譬如香港 我們統計 香港的老人呢 大概有15%呢 如果我們問個問題的話 如果你突然病了 有沒有人可以給你打電話去求救的 有15%呢 說沒有一個人可以幫助的 沒有一個電話可以打的 只可以打999 只可以打999 就是香港可以打999 就是確定實力 那然後呢 然後呢 有十幾%呢 只可以打電話給一個人 那你可以想想呢 就是他的支援呢 就是他的支援呢 是很少的 那你也知道那個電話 隨時打不動啊 或者那個人都在那裡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算說他來看醫生 都可能出了問題 就算我政府是給他 有援診免費 他都如果是要人幫的話呢 他都要有人陪他過來陪診 我們香港有一個行業 就是陪那些老人家 來看醫生的 每早上可能收200元左右 那因為來看政府 醫院看醫生呢 是很繁複的東西來的 有很多手續的 又要付錢啊 又要排隊等等 那要由這個人來幫 那說到老人呢 其實就是很籠統的 那我就用年齡來分 其實就是很籠統的 因為有些 就算八十五歲以上的人呢 都可以很健康的 有些六十五歲 那些都可以很不健康的 但是如果籠統來計 如果你說是做一些策劃的時候呢 可以想就是 六十五至七十四歲的那些 就是剛剛退休的人士呢 其實都不算是很老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挺健康的 不過開始呢 就會有些問題 有些病 那去到七十五至八十歲呢 那段時間呢 就會嚴重一些病 其實大部分的人 死亡的時間呢 就是那段時間 如果不是為什麼會 那個平均壽命 是八十五歲至七十九歲呢 就是表示 著了一半以上呢 已經在那段時間會死的了 所以那段時間呢 會是比較嚴重一些的 然後去到八十五歲呢 當然那個死亡率會高了 就是同時間呢 就算他不是有什麼特別病呢 那個功能上呢 都開始衰退了呢 就會有個情況就是 就是雖然幫助啊 還有呢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病 那老人病人呢 跟普通病人的什麼分別呢 那就 又可以這麼分 第一呢 就是他們的資源 他們的資源 會比普通的病人少的 那麼第一呢 就是身體上的資源 就是你身體有多少肉啊 就是那些肌肉啊 或者你的抵抗力啊 這些就是資源嘛 那麼 就要少一些啦 那就是就算是說 感冒呢 對於一個八十五歲的人呢 可能都是一件很大的疑似的事 但是年輕的人呢 可能一人間 就吃幾劑已經康復了 就是老年人 可能因為感冒 而死亡也不奇怪 第二呢 就是那個智力呢 會差一點了 不是一定會老人痴呆 痴呆那個機會呢 但是呢 去到八十歲左右呢 可能都是十幾個percent 都不少的 那麼就 但是呢 就是 除了那十幾個percent 十個percent 是痴呆痴呆 有另外 有十幾個percent呢 不是痴呆 而是呢 就智力差了 就是記性差一些啊 就 不可以 就是 做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那樣 就去 跟他們交往那時候呢 聽起來好像很正常那樣的 但是 你問深一層呢 你發覺 其實他們不太明白 你在說什麼的 有一次 我有一個糖尿病人 都跟他 就是講了很多 糖尿那些知識啊 教你怎麼吃藥 怎麼改藥 那然後就說 啊 回來覆診啊 三個月回來覆診啊 那三個月回來覆診之後呢 發覺 他一粒藥都沒有吃過 根本沒有拿過那些藥 而我講的那些 完全忘記了 那去人類痴呆的 而是呢 就是 智力差了 就沒有心裝在啦 人很明白啦 那可能我講的 也講得不明白啦 那就變了呢 連藥 他拿著那張藥荒 走出去 就回家了 就是藥無其事 那就是 如果你不問呢 就你以為呢 是 他是 就是 就是 糖尿呢 惡化了 那所以你一味就加藥了 血壓就高 那一味就加藥 其實呢 他一想藥就沒有吃過 那所以要留意 就是你的病人呢 是不是真的接收著你說的 是不是真的會做 你 你要去做的事 那 剛才講的就是那個 社會的支援 家庭支援會少一些 那最後來就是錢 那這個世界最重要是錢的支援 那很多老人家呢 就 在香港 尤其是 就是那個 最重的人呢 就是那些老人的 很多時候呢 他都不是很夠錢 如果你是 譬如 我們最近做的 所謂生果金 自從800元 加到1000元 那有很多的老人家呢 是靠那些生果金 來過活的 試過有個病人呢 他就心中心衰竭的 他經常入院 那我問 他很肥的 我問他說 你吃些什麼的 我以為他會吃很多東西 但是他說 吃飯咯 那我說 吃飯咯 那他說 吃飯咯 腐乳 那樣多了 一天就吃飯 腐乳 那所以他就經常都 那個鹽份這麼高呢 就經常都 心衰竭呢 就經常入院的 那有營養的東西都沒有 沒有欠佛的了 正是腐乳的 那 就變了是 醫療服務方面呢 真的很靠那個 政府那個支持 如果是全靠私家那個 就是那個 他們就 多數都不會看醫生的 就是負擔不低 那另外一個特點 特點呢 就是 有很多病 就是不只是一種病 是多種的病一起發生 就不會說 只是一種病 那麼 那變成了 你治療某種病 那時候 是可以心臟病發 那樣 那你會有其他的顧慮 譬如你心臟病發 那時候 你通常會被 阿士套尼這樣 是吧 那很好的治療 但是你要知道 他有沒有胃病呢 是吧 他之前有沒有這個 流血的傾向 那個問題 血的病 那樣 那要 就是要 心臟些 他們去救 那最後呢 就是他們吃很多藥 因為他們吃很多病 他就變了有很多藥 那長期都吃很多藥 就變了 如果他有一個新的病 你要再加藥給他 一來呢 他的負擔會大了 有些 有些老人家說 我吃那些藥 更多 我吃那些飯 那些粒米 我吃 我一天吃幾十粒藥 但米 你吃到幾十粒 那樣 那所以呢 就變成了 越多呢 那個副作用的機會 就越大 那我們統計呢 吃 我們醫管局呢 就說 如果你吃五隻 或者以上的人 就是 就是 吃得算多藥的人 一定期 也有二三十百百的人 會吃那麽多藥的 那如果你有那麽多藥 那時候 再加呢 什麽 就很容易 yok 有副作用 而且呢 好容易会忘記用了 吃 吃小點 加 加 減 檢 這樣 那樣 那 你要統計 在美國 怎麽意思呢 在美國呢 所有的10%的 就是 入入醫院的個案呢 都是因為 跟藥脈有關的 要不就吃少了藥 要不就吃多了藥 要不就藥有副作用 所以如果譬如老人家他有什麼病痛的所謂 跟你講的時候 首先你就要想一下是不是那些藥呢 是不是那些藥洗到這樣的藥呢 另外就有一些可以 有一些趨勢就是 他們可能會遲些的 遲些就是會看醫生 遲些看醫生 這件事跟醫療制度有關係 如果他根本就很難看得到醫生的 或者醫生很貴的他負擔不起的 他可能會拖到很遲 照他來看你 就算是 不是經濟的問題 他都可能是因為 那些病徵他當了是老人的病徵 就是老是這樣的 就算說肚子痛 都是 腹肌差一點當然肚子痛 他就不管他 人家很痛 拖一下拖一下 拖到很遲 才叫他來見你 第二 就是他的症狀 可能跟年輕人有些不同的 可能他因為機能的問題 他對於很多的 尤其是痛症 那些症狀的感覺度是會低一點的 例如 心臟病發應該是很痛的東西來的 就是很明顯的 如果那個人不是很痛的 通常我們都懷疑他 都未必是心臟病發 應該是痛得很厲害 痛到想死 那就是心臟病發 但是老人家 因為他對那個痛感應會低一點 他可能很少痛 他可能跟你說 這兩天都好像躲躲躲躲 那你做過ECG 已經發覺原來心臟病發 所以是比較難認證 另外就是 他可能就會是 其實他身體出了問題 但是 當是一些社會上 就是家庭的支援上的問題 最近就有一個病人 就是 他的兒子送了一個老人家 進入老人院 就說他最近就不能動 就是他有些老人痴癌的 然後呢 最近呢 他就不知為何 打完風之後呢 就不走 不走 又壞了 就弄了去老人院 但是問題 問深一層呢 其實他為什麼不走呢 就是因為他那一陣子 就不肯吃東西 不肯吃東西 就搞到腳就軟了 就不走 就變了入老人院 然後再問他 為什麼不吃東西呢 就是因為牙痛 那為什麼牙痛呢 就是因為他下落的那些 牙骨呢 就有感染了 有菌感染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他吃了一些 骨質疏鬆藥 吃了三年 那吃了骨質疏鬆藥 就吃到 就是因為 不是很常見的東西 就是那些牙骨呢 會潰難的 會導致他呢 就是會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呢 一個老人家入老人院 就是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醫療上的問題 但是變成是一個老人院的問題 但是其實要不斷地問 但是如果你不問呢 就會當作是 就是說是 沒有人照顧 那樣的老人院 那樣的 所以呢 就要問清楚一點 就是其實你入了老人家 就很多不同的東西了 那就是 所以你一問一下 哎 有什麼事啊 噗噗噗噗噗噗 很多的 那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通常會說 哪樣東西最重要呢 那你想今天最難解決的呢 那就是你就要 要知道 這一個 就是這麼多問題之中 哪樣東西最迫切的 而是一個 就是 要處理 那我們 就是 看病人 就跟他們聊天 那就是 很多都是靠文證來斷證的 那就 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就是 溝通上會有問題 那 就 講回溝通什麼問題呢 他可能就是 聽不到啊 看不到啊 如果沒有讀過書的 可能他不會講得那麼清楚啊 他的病情 那如果他記性差的 就會不同 還有 老人家 他對於那個人生的看法 跟我們普通人呢 是有點不同的 昨天 有一個90歲的老人家呢 阿婆呢 在老人院 那我就跟他 親戚了之後呢 就 發覺他是有 大腸癌 那我跟他說 怎麼看啊 那想不想照腸啊 那他說 不用了 我都照過了 不過多個幾年前的事 已經照過了 那現在90歲都算了 不要再搞我了 就是 他們的看法不同 我們的看法 就是醫療上 我醫生 看到有一個人有癌症 就快點撤上去吧 快點撤上去吧 快點撤上去吧 就是很心急的 但是那個老人家呢 他覺得已經做齊他的事了 是不是 開刀我已經開過了 他也知道他的兄弟姊妹呢 都死了 有一個就真的長癌死了 那他覺得他死得挺舒服的 就是說 分分為題 去了 挺好啊 他不想去到一百歲 或者一百一十 那樣 就是九十歲都夠了 所以你要了解那個病人 他不是來 他有不同的觀點 那這些呢 就是要特別去看的 如果不看 你就忘記了他了 那所以 而那個處理 那個老人病的問題呢 就有些 就是大大的principle就是 我想第一呢 就是要 要特別去留意 就是要保護那個病人的自主權 因為那個病人呢 那麼多病 又老又弱 昨天之前 同一班老人家 開大會 那就是 說他們就 就是說 他們經常說 人又老 錢又老 病又多 藥又多 又多殘疾 那自不然呢 會覺得自己的地位很低的 那呢 就變了 是 沒有了他自主的能力 那而他家人 也會覺得他的地位很低 而會 經常會凌隔了他的意願的 那呢 就變了你是要 做醫生 我們要維護那個病人 那個磁磚 和那個磁磚 但是同時間呢 你也是要很注意 很注意那個家人 那個看法 和他們的看法 就是因為呢 那個老人家的 好或者差的情況呢 是靠了那個家人 如果家人照顧得好 那個老人就會好 家人照顧得不好 那個老人家 一定是受罪的了 那所以呢 就要照顧那個家人的 家人其實呢 是很大的壓力 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呢 都發覺呢 是如果老的那些 照顧 譬如有個老公 照顧個傷殘的太太 那樣 那個老公 他的死亡率呢 是高過普通的老公 那麼多的 總之你照顧人 年輕人都可以的 那就 年老的人 如果你還要照顧另一個人 那個人呢 那個人呢 身體的健康呢 都很大的影響的 那呢 當我們配藥 或者做一些檢查的時候呢 一定要想一下 你做這件事呢 對病人和家人的負擔 是在哪裏呢 那時候的辛苦呢 這些其實都要加上去 我不是說不做 而是說 要加上去做個考慮 那就好像那個老婆那樣 他覺得 照大賞和開工呢 已經不太值得了 就是這樣 那呢 做那些事情呢 就未必是正是醫療上的 你要想一下 可能會有社區上 有其他的服務 可以接配合呢 就是不只是醫生 只是靠醫生呢 未必是幫到病人 就是因為 剛才講過 你給那些藥 可能都有害的 對吧 即不是說 藥沒有用的 而是 如果他用得不其所的時候 就會有活用 所以 要想一下 除了藥物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幫到老人家 就是譬如說 有些人家護理啊 那樣 就是我現在就是 打理一間 香港有老人癡呆的 日間中心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老人癡呆可以 給一些病 給一些藥去 舒緩一下的情況 但是 最重要就是 可不可以支援家人 照顧他 還有 可不可以讓老人家 有些空間 去做些活動 開心一下 都很重要 最最後就是 一定是一個 有連貫性 有連貫性 因為呢 剛才講過這麼多東西 其實 我們有個意識 就是 內照顧老人 其實是很複雜的東西 來的 如果你譬如 見一見老人 其實是很難 做一個很好的評估 所以呢 你熟了人 就有很大的好處 你熟了一個人 就有很多資料 在你的腦裡 所以是一個 連貫性很重要 所以就是 就不是查一個醫生 是有一班人的 那 比如這個老人院的病人 你隨便在老人院找一個病人 就 你其實有很多 一些老人的問題出現 但是其實呢 如果你做得合切的話呢 你的成果呢 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不可以這麼悲觀說 老人家差了當然是這樣的了 但是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留意它 而是 被合適的治療 不是一定要很貴的治療 它是可以進步的 那 時間限制 不可以再講了 那 只可以 summarize 就是說 在老人病裡面 老人病裡面 就是那個 醫療的問題 和社會支援的問題 家庭問題 是分不開的 要想 就是要想得寬一點 那麼呢 如果那個老人病了 直至會影響到家人 如果家人病了 就會治療到老人 那 而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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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 整體這個 老人的 這個 這個 proach呢 就是 適合於所有的老人 不過尤其是那些 體育多病 殘疾的老人 就是最適合的 我們醫生 是可以幫助老人家的 使他們的生活質素好些 但是你要想得寬一點 和清晨一點 深入一點 謝謝各位